原谅与否?远创张丹峰继电影遭抵制后,写过的书也被妥草,一个为老婆大的好丈夫。 摘要,其中张丹峰有一部主演的网络电影《特勤精英之逃出生天》刚月一出上线没多久,现在就已经遭到了网友们的疯狂抵制,讽刺的是张丹峰在戏中演的是一名消防员, 这无疑会让广大网友联想到前不久在梁山因面火壮烈牺牲的消防官兵。 不管怎样,像明星出轨这样子的负面新闻,只要被曝光出来了,没有得到及时的危机公关处理, 那么无论是真还是假,完美人设断它是必然,与纸箱伴随的名声口碑和商业价值,自然也会遭受到巨大的损害。 最近一段时间,张丹峰身线出轨风波,遭受到外界舆论疯狂讨伐,至今也没有做出官方回应。 同时,其妻子洪新陆续山博也引起了不小热议,无疑让出轨事件被实锤得更夯实。 不管怎样,像明星出轨这样子的负面新闻,只要被曝光出来了,没有得到及时的危机公关处理, 那么无论是真还是假,完美人设断它是必然,与纸箱伴随的名声口碑和商业价值,自然也会遭受到巨大的损害。 比如吴秀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打小三风波泛滥开来之后,他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公开露脸过,不仅如此,他甚至连演艺事业都处于停摆阶段,和时付出还是一个大问题。 现今,张丹丰闹闹出这样子影响了热的事件,不容质疑演艺事业肯定会遭受到不一定程度的损害。 其中,张丹丰有一部主演的网络电影《特勤精英之逃出生天》刚月一出上线没多久,现在就已经遭到了网友们的疯狂抵制,讽刺的是张丹丰在戏中演的是一名消防员,这无疑会让广大网友联想到前不久在梁山因面火壮烈牺牲的消防官兵。 不过面含前面也简单提及过,这部电影对于张丹丰而言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在风波没起来的时候就已经上线开播了,忧的是碰上了全民缘怀消防劣势的浪潮,试问让一个负面缠身的艺人去演消防英雄,怎么说都是说不去的。 浮无双致,祸不单行 昨天网友刚抵制完张丹丰的电影,今天又由网友爬出了张丹丰写过的书,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疯狂妥槽与戏谑 而被爬出的这本书,早在2016年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书名叫做《幸福刚刚好》,张丹丰写了六万四千字,来记录一家人的幸福生活,还自称是一个为老婆大的好丈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